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赛前拉提华就表示自己并不畏惧董建军的身高 并且还说自己会想尽办法去KL董建军 赛前在车中话不回的时候 嚣张的拉提华更是以凶悍的眼神怒势相对 这直接激起了董建军心庸的斗志和怒火 比赛开始后 董建军先是发起猛攻以连续重拳霸的绿色 不过拉提华也好不知若很怪左勾拳还颜色 接下来董建军将拉提华压在围城角落 以连续重拳重击 或许是已经领教过董建军重拳的威力 这也让拉提华开始选择落荒而逃 而后拉提华被董建军再次压在围城角落 以连续重拳重击 这也让被打产的拉提华无奈只能用出老霸动作 第二回要开始后双方马上进行的激烈的对拼 因为董建军的身高和臂长真的太无几了 这也让拉提华根本无法近身去暴打董建军 接下来在面对董建军的猛攻之下 这也让拉提华只能拼命护住自己的头部 而后拉提华好不容易抓住机会 想以连续重拳重击董建军 结果都被董建军很巧妙的成功避开了 接下来董建军以连续重拳 将拉提华渐渐逼到了维神边缘 而后董建军以重拳击负外加次拳继续把他对手 紧接着董建军好快抓住机会 以连续重拳将拉提华击倒 拉提华凤力战了起来 也惨到残犯强行毒妙 拉提华被董建军这两拳有点打磨了 接下来董建军撑成追击 连续重拳继续把他对手 双方大战了四个回合 最终董建军以绝对优势赢了比赛 全场比赛下来 愤怒的董建军爆发将对手达到根本无招架之力 只能说我国的董建军真的太强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残妮咬之不清的大大小头两个